Hello 大家好 我是尤语彤 先来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嗯 我叫尤语彤 然后今年21岁 大学 刚毕业 入社会 差不多半年的感觉 真的入社会 对 然后 大家认识我应该 就是都会跟我爸 的idea会连在一起 就是我是尤红明的女儿 这是一个 我永远不会 离开的标签 但我也觉得没有必要 就是特别 去在意这件事情 因为它的确是 能让我成为我这个人 很大的一个力量 我也一直在 很努力地寻找 自己更独特的 它也一直激发我去寻找 我更独特的面向 让我去展示我自己 所以 yeah 这就是我 我是 游如同 然后 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嗯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觉得 我觉得 我可能 永远都不会想要自己成为什么样子 我会 想要一直变化 因为 这个宇宙就是不停在变化 你也要跟着一起变化 才可以 在 无论在何时都可以是 最好的状态 接受就是 新的不同面貌 现阶段的我 还蛮渴望成长 还有 吸收更多的 养分 我觉得这个 这一部分可能会随着年纪去 有不一样的体验 可能 十年后的我就不会这么的 积极 那么的 勤劳 勤劳于尝试新的事物 我觉得现在自己还蛮大胆尝试 然后 我觉得 算是 在我自己的圈子里啦 还算是蛮有影响力的人 我希望 自己可以展示给别人的是一个 正向的思考 还有 正向的 体验去 影响 带动 身边的人 因为 我每个人就是一个 波 我每个人就是 一段音乐 我们环绕在不同人身边 我们感受到的 听到的 周知不同的旋律 就是 我一直期许自己是可以 做一个 能让人感受到 温暖 然后 希望 智慧 的 一段 美丽的旋律 I suppose Yeah 虽然就是 我做的很多事情 我拍很多 很多 杂志 然后 就是 去很多很 嗯 就是 就是 感觉好像是很活在一个花花世界的人 但是 其实我 并不是想要当一个明星 我一直都不是 想要让大家爱上我 就这不是我的初衷 但是我希望我自己 能有足够的能量去 能量还有力量 能去 推动社会 往一个 更亮的地方走 对 我希望 就是 这些 这些过程都是 必须经历的 就是 我需要 以我的方式去 累积 累积这个 能推动 真的影响很多人的 我的目标 我真的就是想要 可以 影响到人 我希望是对人是有 正向的影响 因为 其实我觉得 十年后 我可能不会住在城市 可能会住在山里面 或是海边 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连 一个月后的我 是什么样子 我都没有办法预测 所以 十年 我们就先缓缓吧 我觉得 活在当下 就是 非常重要 就是 就是这样子 就是 因为 未来你永远不会 有办法 真的predict 就 十年后 可能 可能又有另外 另外一场 这种大疫情 根本没有办法 去 先预测好 然后 往那个方向走 我只能说 像吸引力法则 就是 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现在马上 你就要 套入那个思考 而不是 你慢慢的 往那边爬 当你的思维是 已经跟你 想要成为的样子 是同步的时候 你做的是 你做的所有事 你都会把你 都会把你带到 那个方向走 我觉得我每天 都是 我每天好好活 这样的生活 我觉得就不太需要 目标 因为 每天都是你的目标 你多活每一天 都是一件 成功 值得开心的事情 yeah 今天跟大家分享 一首歌 一首歌叫做 The End of the World 这首歌是 Skeeter Davis 在1963年 今天他死去的父亲 写的一首歌 那是简单的旋律 我觉得 很疗愈人心 然后我也可以 深刻的感受到 他当时 失去 父亲的 那一种感觉 今天分享给你们 晚安 Why does the sun go on shining Why does the sea rush to shore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why do the birds go on singing why do the stars glow above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it ended when i lost your love i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i wonder why everything the same as it was i can't understand no i can't understand how life goes on the way it does why does my heart go on beating why do these eyes of mine cry don't they know is the end of the world who you dented when you say goodbye goodbye